这个口罩是TM的妹妹做的 美国的疫情虽然人在爆发 但是层下降趋势 所以现在很多商店都开门了 今天我们去逛美国的二手店 美国的二手店都是以教会融为背景的 这都是每个教会的成员捐赠的物品 所以教会就是设一个二手店来资助教会 美国人是不拒绝二手物品的 所以他们送人的礼物 有时候都买的是二手 同时他们的衣服也有很多都是二手的 包啊 餐具啊 他们还有银器啊 这些都是 他们都喜欢收集这些 所以美国人还特爱二手东西 从这些琳琅满目的物品中 看出美国人对艺术品的喜爱 美国人是比较热情的 美国人不是拜金主义 他们人际教王从来不送金钱 他们都是送一些礼物 而且他们的礼物都不是 在中国人看来不是值钱的东西 甚至是二手的东西 但是他们就是 这就是他们人际关系简单的原因 二手店让美国人的生活充满情趣 他们也特别是对他们 有那些兴趣爱好的 人买不起那些新的东西 他们就能从二手店获得 二手店也是我收藏品的来源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到二手店看到什么都新鲜 所以我买了一些东西 现在二手店的老东西越来越少了 而且价格也比以前贵了 很多人在这里淘到老东西 然后在网上销售 或者再开一家二手的店 在我们教会也有一家二手店 可以算这个城市是比较大的 一个二手店 每天有专业的人员 几乎以淘老东西为职业 天天泡在那个店里面 所以我们每次去趟二手店 我们都要带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们不停地有人捐物品 他们把物品还要往货架上放 所以我们都在等那个货车出来 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 不仅我喜欢这些物品 我们家老公他也喜欢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物品不值得购买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买了 然后他还藏起来 然后一到我过生日啊 或者什么mother's day啊 birthday啊 或者是什么节日啊 他就会拿出来送给我 我除了收藏了一些瓷器 银器 还有很多的话 我们家现在这些东西都摆不下了 所以我就控制购买 我也跟他说 不要买太多的东西了 我们东西太多了 我们还要往外去送 但是他舍不得 是啊 但是现在老的东西越来越少 看看以前还觉得买这么多东西 现在还发现 老的东西 它都是有价值的 而且有历史的 所以我们两个人住200平米都不够住 到处摆的都是满满的 我有时候也觉得要断舍离 这属于亚洲的东西 主要是日本的 在美国 这些老东西 从日本进口的 艺术品远比中国的还要多 这幅画是印刷品 今天我们在二色店还是买了一幅画 虽然我不知道张胜是谁 但是是一幅真迹 这幅画标价是30美金 过一些日子再买可能他会半价 听我好不犹豫就抢着把它买了 他买能打八折吧 但是是很老的 上面的你看这上面边那个金都掉了 这个图案也就是 也这旁边 然后已经有定列纹了 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制造的 央会高手新的 看都是新的 全棉的那种 T恤啊或者文化森啊 他们卖一$ 一元一元